今天要開的是天邊彩虹趴 大家說最近這個房地產市場好像在演八點檔 央行總裁楊金龍化身為嚴富 管制措施一大堆 第七波管制措施出來之後 大家說這是不是真的有夠絕情 民眾說這下子是打得這麼的慘 是不是打到很多真心要換屋族 還是真的可以把投資客打到片甲不留 那另一方面來看 最近台積電又宣布了 七座的二奈米廠要蓋 光是新竹寶山就有四座 那麼高雄男子有三座 是不是又會帶動相關的台積電周邊的 這一些房地產市場又要再次的起飛了呢 那麼民眾受得了嗎 那另一方面你看 賴總統在國慶慶典上特別提到 他要推動的是 百萬戶的租屋家庭的支持計畫 要推動大家很期待的居住正義 但很多民眾就在想 之前的新竹案一推出之後 這個政策反而把房價炒高了 這一次的所謂的居住正義 真的有辦法推動得起來嗎 民眾的需要政府真的看得到 顧得到嗎 我們今天仔細來討論了 馬上來介紹我們今天現場 三位重量級的來賓 這邊是我們的誠實豆沙包專區 第一位是我們戴德良行董事總經理 顏秉麗歡迎顏總 好 主席您好 大家好 我們投資學的教授李文雄 歡迎李老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房地產學者莊孟漢 歡迎莊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首先來看這一波 這個地七波管制打下來之後 大家真的是人心惶惶 房地產市場也出現了蠻多的變化 那麼總裁楊金融就特別提醒大家 現在是因為房地產交易實在太熱了 所以希望它可以冷卻一下下 那麼這個第七波 是因為要扭轉民眾 對房價上漲的預期心理 希望這個房價可以軟著陸 所以央行總裁不斷地強調 這一波就要扭轉大家的預期心理 大家預期心理是什麼 都覺得房價一定會漲 所以我想希望三位來 讓我們舉牌一下好不好 是不是我們現在對房價 一定會漲這件事情該死心了 Yes or no 死心貿易掃報 你說沒有這種事舉 No 請舉牌 三位都覺得要死心了 房價不一定會漲 房價要跌了 顏總 就這樣子 我們一直覺得房價就是只漲不跌 不可能再發生了 我看不出來有漲的東西 因為這 房地產是被營造出來的 它是政府提了錢 去讓這個市場的買氣出來 所以年輕人應該衡量說 自己口袋的錢夠不夠 有 你不能過去忘了我是誰 有 所以這些的熱氣買度怎麼來的 房價追上去怎麼來的 都是因為它提供了很多的子彈 這些買的人是搶得比 投資客跟投資客動作是比了 剛性自用的還快 所以大部分的錢都被這些人 還掉了 央行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說 趕快去徹查各銀行裡面的借款的人 這些是真實的身份 是不是真的是屬於剛性的 大部分 我認為是大部分都是在 自用這個錢 讓這個門檻降低之後 每個人很多 很容易跨入到市場裡面 讓房價墊高了 那個量出來了 哪有那麼多的量是剛性自用在買 所以這個是要特別的注意 真正的剛性自用的時候 其實現在已經是買不了手了 因為都很貴了 很多蛋白去在賣蛋黃的價格 這已經很離譜了 而且這個越買越遠 越買越貴 越買面積越小 這個都不是新情況重要的年輕人 所以應該去追逐了 所以現在高的東西 我就說你剛講過的 就是一個天邊的彩虹 不要去追逐 所以現在東西應該是要借給用人 房地產是有春夏秋冬的 不是永遠上的 所以借給用人的時候 現在很多人借不到錢 不該買了慢慢退場 那麼真的有需求 人會覺得房價很貴 所以可能會開始往下修正 第一個 銀行沒有錢了 銀行沒有錢了 各位要注意這一點 銀行沒有錢的話 就是資金動人就沒了對不對 現在一個個案 才200戶 它已經掛了66戶要賣 投資客全部出來了 66戶要賣給誰 賣給下一群投資客嗎 在哪裡 在台南 某一區 你說下一群人在哪裡 對 下一群人在哪裡 那你想想看 66戶要賣的話 將來產生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是多殺多 大家都要賣 是不是 都要下車 那下一個在哪裡 還有大家就覺得很好很好 等一下我會提到一個 某一個訪問公司的營收報告表 其實8月 9月是很慘淡 只有在5 6月的時候的6成 那不是房價很好嗎 不是很樂落嗎 怎麼會中介公司營收敞淡呢 所以大家注意一點 我們在投資學上 要有訊號發射理論 你要看哪些訊號變化的 你自己都知道了 你剛殺人說 還會在場 還會在場 我剛才就直接講了 那下一個投資客在哪裡 你要回答我嗎 在哪裡 是你嗎 OK 好 先想看誰要接手就知道了 在哪裡 好 莊老師我們一起來看 其實這個重點就是 我們這個總裁所講的 所謂的泡沫 很難去界定 其實很重要一點就是 這個起碼將近20年前 我就把這個泡沫的指標 把它列出來 OK 然後就在大概隔一段時間 那麼我都會去再重新 同次就是有泡沫了 講述一次 好 基本上都有了嗎 房價所得比 大概3到5倍 這是國際的標準 不是我們最定的 好了 現在這個你看全國 台北市16.08倍 新北海 遠遠超過 遠遠超過 再來就是 貸款本期剩加零收入 不要超過38 這個絕對超過 台北市超過非常多 對 好 那 房貸余佔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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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所以10項當中大概有8項 8成都中了 而且不是現在 對 這個已經是差不多10年來 就已經都超過5項 所以泡泡什麼時候會破 泡很大 對 不會破 不會破 第一個 全多 對 第二個 所謂的剛性等等這些 包括新清安在那邊 加持 撐住 所以基本上不會破 我想我們不用那麼緊張 那不會破就是僵在那裡 房價高在那邊 但是今年都不一樣 今年都是量縮 價跌 接著下來 2024 2025會量縮了 現在都看到量縮了 接著下來價跌 跌是很多看不見 怎麼跌 好 那這個重點 我想我們應該要注意到說 房價所得比 對 這是從2002 這個不對 2002到2014 今年的低級 超過5倍 全部都超標了 對 全國跟六度全部超標 可以講最高 台北市16.08 天啊 16年不吃不喝 不吃不喝就 才能公平 也不用買了 好 這裡就是說 這個是講到 這個房貸比例不要超過30% 所有的全部超過了 就前面一點點沒有 好 所以這裡面台北市 你看最低30%而已 好 也就是說都在三分之一以上 對 那你如果台北市這是 大概是68% 這是差距太大 而且我要強調是說 這個泡沫是持續的存在 只是我們很多看到了媒體的報導 只是當時一個月 兩個月後 一季 兩季而已 那你如果往前跟往後 比如說這次第七波的 選擇是信用管制 那我是從第一波 比较到第七波差距多少 我們這樣來看就很正確了 所以你覺得這個打的是有道理嗎 因為已經這個泡沫太大了 可以 但是再打打不下去了 打無可打 退無可退了 你說貸款普遍到了三成 你還要變成兩成一成 那這個泡沫就破掉 破掉經濟受到影響就業 問題可大了 那這個中央銀行 怎麼能夠付得起責任 所以莊老師覺得不會破 但是房價就會開始慢慢消瘡 這樣的做法都是讓它消瘡 OK 好 謝謝莊老師 我們請顏總再來看 因為你剛剛特別強調說 第七波信用管制 不是史詩籍辦 因為很多人說濫殺無辜 我都被打到了 你說其實沒有這麼嚴重 沒有濫殺無辜的問題 所以你覺得 這一波的風暴沒有打錯人 沒有濫殺無辜 沒有 怎麼說你去 為什麼沒有那麼嚴重 為什麼大家感受那麼深刻 因為他沒有限制你貸款 對 貸款有人被限制 這些人為什麼 銀行一緊縮之後 他們就嗨嗨叫 因為這些人是要靠銀行的錢 去投資去買 但為什麼這麼熱 他就是為了賺錢 因為政府提供這麼多子彈 假設我能夠 很多灌屋組也覺得他被打到了 他房子還沒賣 你只要你跟銀行 陳述路的時候 你是荒物組 你是在南部 然後在北部上班 你要在北部買房子 這個他只要經過審核的話 他還是讓你去做新清安 你告訴我還有哪一些什麼 有的是說因為 在家裡的鄉下的房子 是怎麼樣 怎麼樣講一大堆理由 總裁不是講過了嗎 銀行講一講他是一樣可以 你是適合用新清安專案的 你告訴我哪一個條件是新清安 他借不到錢 你借不到就是你應該有房子了 那你再去借用銀行的 用這個新清安的資金 只要是為了賺錢 你用了賺錢 然後用人頭 然後去跟銀行搬錢出來 他才會熱 真正的是老百姓是剛心之用的話 你口袋的要有錢 你買個房子不能說 今天只要銀行提供錢給你 提供寬限期 讓你買的門檻很容易的 你就忘了我是誰 你有沒有想說 這四年內 三年內 五年內 萬一你是沒有工作了 無薪假了 你口袋沒有錢的時候 你能不能撐 你能不能撐個兩年 三年的時候 我沒有工作 我沒有守的時候 我一樣可以 政府給我這麼多的優惠 我還是可以付出本金家利息 所以你覺得之前太寬鬆了 現在回歸現場 對 一個人買那麼多戶房子 其實他用很多人頭 人頭你就看他有沒有那個 所得 一年的所得 沒有嘛 所以這個楊金融講很清楚 其實他沒有濫殺無辜的 他只要跟銀行講 就是說你們回頭去盛查 為什麼這個東西 這個新清單東西 那麼多錢 一下就用到水位金 到了26 27% 這個是很誇張的 誰在用 多少是投資客 投機客 他為什麼要用 就是為了賺錢 所以房價是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漲那麼高 他不是健康的 所以你覺得現在 大家是回歸一個合理化的情況 未來就是合理化 合理化 大家自己去審視 自己夠不夠資格買房子 然後這些假冒來買新清單 也要被揪出來 應該要揪出來 應該要 是不是下一波往這方面走 你看現在網友的反應說 到底要幾波有完沒完 漏洞有多大 要補這麼多遍 那人就說 仲介快打爬 現在很多人會說 是不是有地爬坡 有人說這個 現在根本不痛 只少說一點點而已 這是很多網友的心情 好 我想問一下 言總 你覺得網友現在 這樣的一個 大家的這樣的一個聲音 你怎麼回覆 有可能會有地爬坡嗎 假設 楊金董的第七波下來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買氣還是很強 又放量 對 那代表這個市場是很囂張的 你是 你用什麼能力 你口袋是不是很多錢 來買環環環 你大部分是拿營養的錢 對不對 小朋友清晰給你 營養線已經縮了 不是 真的你有很多錢 假設我都不融資貸款 或者說今天我貸款 就回不到七成 而且沒有關限期 他還買那麼多戶 你給他鼓勵就好了 厲害嘛 他創造了這個市場成交量 人家有本事 有能力 對 這個市場裡面 我一直覺得 就是風水輪流轉 中介了他 他碰到了他好日子 因為量出來了 所以他靠這個量 他可以賺到錢 代銷也是好日子輪到了 就風水輪流轉 對不對 上半年多好 沒關係 這個風水流 就是說這個市場是不會孤單的 但是總有結束的時候 這快結束了 楊金董他講說 第七波裡面 有沒有第七波 他要觀察 他今天做了這個動作 他有所本的 他的油船是後面的數據 他告訴他了 OK 所以你覺得總裁 這個其實做的還挺適當的 這個是支持的 因為這個市場已經熱到了 是很誇張了 你不覺得很誇張 大家現在受不了 是因為已經偏離航道太遠了 現在回歸正常的情況 對 所以李教授你怎麼認為呢 第八波出來的可能性 有嗎 其實楊金董他已經看到了 皇帝長泡沫的危機 對 他害怕了 為什麼 因為他發現說 他提到兩件事情 日本的泡沫化 對 還有美國的次貸風暴 他為什麼提這個東西 因為很多人在房地產 炒作一波之後 還在利用高温杆 在市場上運作 這就是次貸風暴的情形 當時上面就說 5到10%自備款等等 日本也是一樣 日本當時的 market value是 美國的本土總和 東京地價是 美國本土的總和 所以其實楊金董 算是很威和的 他只提高 法定整備率上是一碼 對不對 這一次又一碼 其實你看 民國79年 房地產也是從75年 慢慢漲到78年 那時候 央行做什麼事情 他提高了 4%的法定整備率 4%等於是16碼 一下子把利率 從5%到10% 這個壓力太大了 這個什麼結果 房地產重挫三成 股市分盤 對 資金成本要提高一倍了 對 所以楊金董 他如果做這麼一樣激烈的手段的時候 他不太敢 為什麼 因為政策鼓勵的 先行安都是供在高點 供在高點的時候 他只有兩成資本款 如果你讓他重挫三成 哇 這完蛋了 所以他必須踩煞車 因為他看到了 未來的遠景市 在房價高漲一倍之後 還在利用高槓桿的運作 一大堆人 這一點對房地產市場 是非常不好 而且對這些人也 人很不好 所以我認為說 以央行 這樣溫和一碼 再提高一碼 也加起來不過0.25% 加0.5%對不對 不像過去的4% 我覺得溫和的楊金董 應該不會再進行第八 不過更嚴格的管制 因為再下去的話 恐怕那個 銀行錢更緊縮 利息又更高 這會扼殺了最後一波 上去的新清安 OK 好 所以不是史詩級 現在你也覺得是溫和的 現在這是溫和的 史詩級還沒出來 我是覺得這個還不到 史詩級出來就是 給他直接利率拉高 對啦 大家一起陣亡 所以目前還算是溫和的 大家就已經是皮皮刷了 顏總我們再來看一下 你記者會上有特別講到 房市有兩個主角 一個是資金 一個是政策 兩個都是政府在掌控 房價高高低低 特別提到房價是天邊的彩虹 不要去追 那要觀察的是 第四季商用不動產 土地買賣移轉動數交易量 有沒有急速萎縮 你要說降到2萬以下 價格才會動動 我其實在講的是 我是比較擔心小白 就是剛性自用的 對啊 假設 小白之前買得很興奮 對 不是 他假設現在去追的話 本來是蛋白區的 他設買蛋白區的1000萬 現在經過這一波轉出 短短的大概一年內 他可以從1000萬炒到 大概2000萬炒到1800 所以這樣的漲幅裡面 其實都不是小白可以去追的 或者是說 我一直到1000萬還是沒有動 是漲了好像1200、1300 問題是你的面積縮小了 這也不是可以住的 以後裡面 我們還沒有到像日本 或者是日本化 東京化 就是搞一個一兩房的東西 就大部分的 很偏遠的地方是搞一兩房 那個東西都陸業一片淒涼的地方 去搞一兩房 就是要給小白的 你把小白逼到了這個地方去買 這個叫天邊的彩虹 這樣很高了 這樣要去買的話很擔心 當他現在工作的時候 他本來是1000萬的時候 他現在工作有30萬塊的東西 月薪30萬塊 政府給他有一點補助 他好不容易存了3年5年的時候 他的dump payment夠了 然後又可以買下來5年的寬限期 然後5年的寬限期以外 他還可以開始那個層數高 所以他有能力買 結果他發現動作很慢 這有能力買的時候是1000萬的東西 結果發現他說他只要幾個月 來不及的時候 他啪 這1000萬東西已經變成了2000 或變成1800 可是越來越遠了 越來越小了 這個叫天邊的彩虹 我實在不建議這些 鋼琴智隆的小白去追的 因為追的都是 比他動作更快的投資 去買 然後跑出來 而且彩虹會消失的 你不去追就消失了 我只是意思是說 提醒之後不要去追了 因為這些東西 彩虹都是被營造出來的 這些房價被營造出來了 那誰營造出來了 都是政府提供子彈 天氣好了恢復正常的時候 彩虹又消散了 提供子彈是給了這些人去利用 頒這麼多錢去買 這都不是小白 不是鋼硬智隆去追 因為它的量 畢竟只有站市場那邊三成而已 OK 好 所以現在還是天邊的彩虹 不要去追 低氣波沒有想像中嚴重 所以沒有浪殺過問題 對 我們剛剛講到 沒有浪殺無辜 其實美理上所講出來說 我中心愛的叫 誰人在愛 投資客 剛心之用不會愛 誰在愛 你還理他嗎 對不對 不管是楊進龍或者是總統 他在國慶的講這個話 也是一模一樣 他不會不知道 他是有所本的 有所本就是他書記他看到了 所以當你是在天邊炒紅價格的時候 這個就是危險了 因為你不是真的有舍利的 你是借用銀行資金 給你寬重資金裡面門檻的確炒作的 而且你換到市場 市面上看到房價漲的時候 都是什麼消息 都是預售市場 對 預售市場 很多 很熱 派對買 所以預售市場已經很誇張到什麼 為什麼要去追 這個不合理 每次逛都絕不敢相信 這個購物時機 天邊炒紅不要去追 我再講一次 那談那個房價裡面 現在蛋白器在賣蛋黃價格 這已經很離譜了 我剛剛講了 很多是蛋白器東西 現在已經是 我們假如說蛋黃蛋白 還有蛋殼 蛋殼上面的雞屎 那不能吃 不能吃 它價格已經到那樣的東西 那個地點是 比了蛋殼去還遠的地方 它已經賣到蛋白價格 這個就不對了 所以麵粉在賣麵包也不對 所以投資人要去判斷說 它這個價格有合理嗎 很簡單的得理 這個處在土地賣40萬 是怎麼在家賣40萬 米粉先賣40萬 米包都賣40萬 這就不要咬味了 他說人家這個銷子做什麼 五千 忘了這件事 所以央行出手 是在打掉3到5成的 超合理論的泡沫化 這是我講的 OK 所以還沒有上到合理理論 所以不管現在你說 現在店頭上面已經在泡貨了 那個貨都是 還是在超合理論的貨 你並不會賺到便宜 所以我今天講說 它第七波之後 你愛的就是愛三個 愛到銀杆的什麼 價格的留給你 不要說了 早睡 所以黃色轉眼 就是第四七三波文草 我們在研究這個 不動彩在研究這個土地 原料 原料沒有辣 原料沒有辣嘛 代表這個市場原料 還建築在拿原料 代表說有進有出 建商在拿土地 你看到我們對土地已經有限制了 土地融資是只有四成 你要準備六成的Cash現金 所以如果10億以來 我覺得那個價格 土地的價格是很容易成交了 而且價格會上 可是當它放大到10倍 八倍的時候八十一百一三 就得到原來 因為你農資要拿更多的錢出來 所以這個土地已經在做抑制了 那土地會有量 就是我說過的第一期 第二季的時候是 預售賣得很好 而不是現貨賣得很好 那這些都是氣混 氣混的是很多人就是迷思了 趕快然後那個賣的人 又是在那邊慫恿 說你還不買的話 物價上漲 通貨膨脹的話 你還不買的話明天會 越買越 再不買就買不到了 越等越貴 明天會更好只是歌名 不是40 所以我們看到 移轉交易東西裡面 它放量了 前三期是放量 是每一個月足足量之差 到了第七波之後 我覺得這個月的量會縮了 因為那個買盤反應是非常快的 買盤反應在乎什麼東西 你只要看那個預售市場的量 直接用史詩級的下降 但是現貨東西很簡單 現貨東西是買的 大概都自己用的 你要去炒作現貨的話 以大部分的錢要多一點 大部分 因為那個東西是 只能說是 因為那個價格漲得比較高 而且大部分是說 是一些到蛋白區裡面的 新供給的貨才有辦法 所以我們對這個量上面的 判斷裡面要注意一下 那個量大部分是什麼量 也許是有的人知道的是 逃命炒的量 這個量爆出來 有人進 有人出 有人拋 有人出 你看那個價錢 假設這個價錢是被它 追到高點的話 第一手的人想要賣給鋼心智用的 鋼心智用沒有買 就賣給了 第二手的投資的 因為投資覺得說 那明天會更好 所以應該會上 大家就有這個想法 所以他就加一階了 要不然怎麼滾量出來 我一直不認為說 這些買的量都是鋼心智用的 就是那些投資的 投資的在那邊 之前就是換手 換手想要再把它推高 炒作量 一個東西買下來 鋼心智用的話 他為什麼買下去 這一輩子就買這一棟而已 他為什麼會換手 所以你覺得之前的這個爆量 是有問題的量 他為什麼會放手 就是要再賣 對啊 他為什麼要賣 他假設是乾淨之後 他為什麼要賣 他為什麼要賣 就是說 他有賺錢就要賺到 你總覺得 現在這一波就是打得好 把這些不好的把它打出去 泡沫打出去 這些量 你閉著眼睛就知道 那是量是怎麼出的 所以你覺得量要到2萬以下 現在3萬出頭 因為那個 過去在2016年 整個移轉東出的量是在 24.6萬棟 24.5萬棟 在這裡4萬5千棟 5.6千棟 那一年是不好的 2016年 那開始的時候 剛好是那個 蛋白區東西開始漲 然後就慢慢慢慢那個量放大 到一直現在 所以怎麼告訴我說 今天量會再 回到最多的量是在34.8萬棟 不太好 那個是好在是2022年 那一年的量是34.8萬棟 還是2021年 2021年那一年是34.8萬棟 應該是結束了 所以我說當房市 你要怎麼判斷萎縮 多少量你覺得差不多 2016年是已經有政府 在打房之後那個房價 那個量直接收下來 那收下來的話是 那個時候為什麼還會再量 再增出來 因為利息很低 利息很低 所以大家認為說 房價還下來 大家下來希望等它下來的時候 我能夠買 就發現房價並沒有什麼下來 利息很低 就算說開始下去買 下去買的時候就開始 又加起來 所以那個量的時候 我們就是說 當它下來的時候 代表這個潛在的買盤是 只要你不漲 但是我的成本那麼低的時候 利息借個到錢的時候 我就應該下去買 我自己贏 剛性之用了 結果還是一樣 當你去點了火之後 剛性之用的買盤 買了第一手之後 然後開始 就是聞到了就是 靠這個維生的投資個圖 就開始下去了 然後下去開始慢慢的 蛋白距裡面 又加上是說 那個價格很低 所以開始尬起來 所以當那個量再萎縮到 2萬棟 2萬棟乘以12的話 就是24萬棟 什麼時候會發生你覺得 沒有 假設在最後一季的話 我們講最後一季的話 現在 10月份 10月份的量就開始有縮了 10月份的話 11月12月 假設它都維持在2萬多棟的話 其實這個 代表這個有影響 這個就是我所講的 買器先斷 買器斷的話是 先斷預售社長的買器 再斷中古屋的買器 這買器斷之後 量就縮了 所以我在觀察這三個月裡面 假設這個量縮了 這量一下縮到2萬棟 代表什麼 高槓桿財務操作的 這些的投機或投資客的 買盤退場 因為他不知道買下來的時候 他賣的是 只能賣給鋼性職業接手 他不會有笨蛋的第三種 投資客去跟你接手了 因為我剛剛講 你剛剛講說 這個市場是誰在掌控 資金誰在掌控 政府 政策誰在掌控 政府 這兩個都在掌控的時候 都在他手上 你幹嘛跟他玩 他已經放手了 今年從去年的8月份 放手了到今年的8月份 一年給你算 你比較快 你如果是在掌控圍車 投機投資的三個 你比較快 你如果自己要贏的三個 因為他們通作比資用金快 所以資用金跑不到便宜 所以我說 當前的房子是冷卻 有人說會不會泡沫化 會不會斷頭 我跟你講不會 不要去抖 不要去想 所以也沒有拋售 也不會到恐慌 你可能會到省勝 所有的量會變成很謹慎 所有的買房變成很謹慎 但是他不會恐慌 所以我一直想說 你今天看到店頭 開始量貨出來了 這個都在想的 那個價格還不會降到哪裡 不會跌破他原來的 他還是在這個什麼 合理利潤 沒有 還是在開超合利潤在裡面 他沒有跌破到合理利潤 你只要告訴我說 假設今天我當初是買1000萬的 我現在拋出來後是跌破1000萬了 這個就你去買 可以的 等於說他的獲利沒有了 所以如果明年持續量出的話 每個一軟動數會跌破2萬塊 價格就會修正 所以我們要觀察 跌破2萬的時候 價格才會動 所以目前房價是 房市是冷的 但價格不會跌 我們觀察是這個移轉動數 看會不會跌破2萬動 不是不會跌 時間要不夠 時間要不夠 慢慢 那我們再來看看 台積電這麼多好的消息出來 相關的這些周邊的房價不會再飛漲了嗎 馬上再回來 我們繼續來看 那麼這一波台積電法說會 給大家帶了很多的亮點 大家非常關心說 因為這一波這個房市 也是沿著台積電起飛 這一次2奈米的部分 需求非常的旺盛 所以產能工不應求 現在有7座廠要規劃 新竹寶山有4座 高雄男子有3座 我們請仲老師一起來看 這一次我們可以看到 很多高階的科技人才 移入之後對當地的房價 確實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過去是這樣漲上來的 這一波你怎麼看2奈米所帶動的房價 飛漲潮會再次出現嗎 這樣子這個都是局部的 因為如果我們從科學園區來講 足科 中科 南科 其實它還有14個小科學園區 對 這一次大概是講說台南 我們看到所謂的文基起武 也不得不對台積電肅染其境 因為它的總市值 大概是27兆多 我們的GDP是25兆多 所以它是我們GDP的1.08 現在復活群山造成這一次的大爆炸 很多人就看到說台積電到哪裡 跟著去買 所以這一次是講到台南 台南我會覺得要小心一點 不是說如何 一般認為說這個房價飆漲 現在新竹高雄 台商回來以後的另一個問題 就是所謂的缺工缺料 那料的問題很重要一個問題 我們會注意到鋼鐵的價格 鋼鐵指數以前有講過 但是從這鋼鐵的類股來看的話 大概從2020 這早上來到這個地方 2023就結束了 比如說我們看到的是成本推動 需求拉動價格飆漲 但是你的成本再推動 推什麼 那土地價格 土地價格就是很多是沒有行情 而且應該要下的 只要交易量少就會下 那你看這個地方的反應過了 就是說鋼鐵的價格 鋼材已經反應過了 這個已經恢復到平穩了 所以在用這個缺工是可以講 在講這個缺料又飆漲 這個應該是說不通的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說 要反應到房價繼續飆漲 沒有這回事了 我想這個是我們應該要注意的 然後接下來是講到一個問題是說 那我們對於台南這個地方 到底要怎麼去看 那房價過去從2012 2021 台上是2018 一直漲一直漲 這之前漲的弧度很小 但是漲到這個地方太誇張了 所以像這個部分 你看這漲了三倍 你說漲到30%還差不多 沒有道理 所以這講是台南 阿南南區仁德 西施山化全部都飆漲 現在你頂多20 20出頭 你在那34死哪有這回事 因為人口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們應該要注意一個問題說 台南市的人口 我也很辛苦把這個資料畫出來 是這樣子的 台北市是這樣子 外來人口你有把它加進去嗎 這是內部統計資料 裡面就是這麼回事 可是現在有錢的高科技人才進去了 多少人 所有的這個 逐科中科南科加一加 大概30多萬人 應該是有些是博士 碩士 大學等等 它有分 還有多少人 我們也可以講說還有多少人 台積電投資多少 家人 外面的家人 所以台積電它那個產值 全世界排名第9 8000多億美元 我們都很佩服它 但是你說它還要再增加多少 然後在這邊它是產值 它不是靠那個量特別多 所以不是一般的生產事業 所以我們很清楚可以看到說 這是人口的一個問題 所以需求也沒有那麼大 你說台積電附近都OK 但是這個是指說 住宅的存量跟家庭負數 已經又出來了 這幾年炒作的結果又出來了 再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按照一些行政區域來看的話 台南在這個地方 你看這裡有要漲三倍的 就是剛剛我們所看到的地方 而且全台灣 就是講說漲一倍以上 這麼多 那還要再漲 我想這很值得思考 所以台積電是應該要注意 到附近OK 但是它的交通建設等等 有沒有跟著上來 這也是我們應該要注意的問題 生產事業跟你的就業 人口買的房子 它的負擔 這個絕對不能夠跟足克去比 這事人知道我們是好的 所以你覺得文基起估的 漲價效應已經結束了 不會再上去了 局部會 但不會全部 至於說那個量 我還是要補充一下 我們都是看內政部的買賣移轉的量 但這個量是指什麼 一部分是預售 三四年前預售以後交屋的量 我們現在媒體看到的是什麼 中古屋的交易量 這個重挫大幅下降 這個沒有 你還是要交屋 所以它會減 但不會說一下子就下去了 這是很值得我們思考 但是對於價格來講 衡量就很大 就是說它是預售是開價 這樣可能不會說那麼厲害 但是價格有可能會先鬆動 預售 到了交屋以後就會鬆動 所以預售就是原來這個底價 代價公司的預售開價 這起碼會有10% 對 所以這個之間就是說 預價率多少 5到10%這沒有問題 對 再來這個底價到交屋 是不是還有一個價格差距 對 一定會有 然後交屋以後沒有賣掉 包括地主競爭 所以還有 所以這個降價有三步取 這個是 這造成說 這個兩端都減少 對 然後工作人口減少 這樣大家一堆買育收入 你這樣講大家很怕 所以買育收入 你覺得交屋之後價格是往下跌的 看地區台北市也不會怎麼跌 所以我們要注意說這個的趨勢 OK 不能夠說按照以往說 资賞不跌 我想應該要大幅度的修正 尤其是剛剛原總也提到 什麼時候會出現價格下跌 其實現在已經下跌了 OK 所以就是大家要買的話 價錢要往下砍就對了 有很多那個 隱藏的成本在裡面 你就是等就知道了 不用砍 先不要砍 等了以後它降了 最後再砍 砍是放在最後一邊 等得到價錢下來的 謝謝莊老師 我們要問 投資客真的沒戲 有很多網友說 投資客很厲害 什麼大風大浪沒看過 就這一年給他撐過去 凹過去之後 反正接下來又有選舉 各種效應 投資客總是會捲土重來的 你覺得有機會嗎 我們先回顧一下 這一波的上漲 主要是什麼 是這個高科技半導體太景氣了 然後碩士進去就是兩百萬年薪 然後做不久三四百萬 到中間賺五百萬 重點是股票漲很多 配股的漲很多 然後他們發現什麼 天啊我年薪兩百到五百萬 主本的房子一坪二十到三十萬 三十坪我只要六百萬七百萬 我的一年半到兩年年薪就可以買了 所以第一個主本被攻陷了 價格直接從二三十跳到五六十 有這個經驗之後高科技公司說 台南也會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台南一設廠之後 趨亂徵收還沒有徵收完 沒什麼地 所以馬上怎麼樣 附近的透天八百變成兩千萬 上去了 這一波就是完全半導體景氣 這些高科技工人是賺太多錢的 他就當作投資了一環 你買房子了 那第二波什麼 大家看會賺錢 怎麼會賺錢對不對 所以投資客就出現了 投資客包括兩種 只要區域那種區域外 你打死叫台南人說 我漲一倍之後 我台南人去買他不會買 在區域內 區域外就說 我覺得他一定會漲 所以區域外就進場 從科學區周圍的小蛋黃 變得擴散到新蛋白區 迫及到台南所有的地方 叫新蛋白區了 所以那些本來都不漲了 他也漲了 好 那漲之後 他就造成怎麼樣 第二波的上漲 第三波很巧的 政府好像是好意說 年輕人我幫助你 我給你利息補貼 結果他們兩個漲完之後 給他補貼 他們負責公頂 年輕人好可憐 負責公頂 年輕人體力好 所以你看到 兩房房產品高得不像話 變成負責公頂 好 那你下來 你說那房價會跌 第一個 找進場的這台議員說 我當作我的理財醫夫 我放在那邊 反正我買很便宜 對不對 我可賣可不賣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我手得也高 而且對 價錢夠便宜 新蛋白區說 挖台南某一區 現在從34萬進場 36 38 現在掛牌40 我問你66戶要賣 那他66戶掛出來的時候 每個成本都不一樣 有34的 有36的 有40 有38的 那有一個突然說 我比較勇敢 我敢買 我出35 請問一下38的怎麼樣 傻眼 36的怎麼樣 傻眼 34的說 我賣給你 那一旦成交35之後 所有人怎麼樣 對 跟股票一樣 完蛋了 變35了 所以誰開第一槍 誰受不了 所以會不會跌 當然會慢慢的會怎麼樣 開一槍 就是賣的人太多 買的人太少 好 那星星安是 這什麼時候發生 馬上再發生 馬上發生 已經開始了 已經開始了 掛66戶在賣的 第三波 其實他們是最無邀無盡 無犯無弱 最危險就是這一群 為什麼這一群 年輕就是要接受多一點挫折 為什麼這一群 因為他利息補貼之後 他只要一萬五 像有的貸款1050萬 他只要一萬五 你看 他就去買 貸款1050萬 我算給大家聽 他前三年怎麼樣 補貼利息 對不對 一萬五 OK啦 我比住房子便宜 有 好 接下來三年後 就不補貼了 兩萬一 兩萬一 還可以 到了五年後 五萬六千八百塊 一個月五萬六交房貸 會不會出事 會不會出事 這個個案是什麼 是要結婚的男女 一個人賺三萬多塊 一個賺四萬多塊 加起來他們去買 七萬多扣五 一個月生活費上一萬多 兩個人 是 所以他們一萬五 讓他無聊無聊 你知道嗎 覺得沒關係 溫水煮青蛙 其實這群人最危險 因為它是公頂的 最高峰進場 他們可能想前面 就可以賣掉了 或是他們就升官發財了 對 但是他們想要說 投資客是 腳跑得很快 他覺得不對勁了 要賣了對不對 投資客都要賣了 但他們無聊無聊 他覺得我一萬五對不對 他們感覺最安全 其實這群人最危險 我們再看下一個 OK 好 小心 好 你看 你說房價會漲會跌 不要隨便講說 會漲會跌 不是這樣子的 來 這叫M 貨幣攻擊量 V叫流動速度 P叫房價 T叫攻擊量 好 問一個問題 美國印鈔票從三兆到九兆 M 貨幣提升了 房價會怎麼樣 上去 投資客帶量出現 高科技工大量出現 大買特買 流動速度很快 房價怎麼樣 上去 現在不是了 銀行沒錢 銀行沒錢 為什麼沒錢 因為提高法令整備率 到上限30% 然後大家的錢 都是買公債去的 沒錢了 這沒錢之後 貨幣攻擊量下降了 投資客在賣 賣不掉了 流動速度下降了 仲介公司更累了 為什麼 你看跳樓市的 攻擊下降 從140到1312 你看一直大幅下降 你說很樂弱奇怪了 我們銀行常常講 都是兩房在那邊弄 沒錯 三四房到哪去的 沒有 兩房撐都沒有辦法撐 營收少了三成多 對啊 所以你看看 在沒有錢 銀行沒有錢 流動速度轉慢 對 然後明年攻擊量大增 在這裡下來是合理的 那房價你說再上去 那你告訴我有個理由 是怎麼回事 會上去嗎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仲介公司他說 這是他有一個人做了15年 他說 這是我15年來看到最嚴峻的一次 你懂不懂 那些仲介公司現在苦不甘願 其實仲介公司本來講說 沒關係 你們只要買賣成交 運營才是成交 對不對 所以現在會先降在那裡 剛才講的 三四三六三八賣的人 掛40 可是誰開第一槍 我說我出35 三十六三十八傻眼 三十四說我賣給你 就這樣OK 所以一樣好股票等出來的 好房價也是耐心等出來的 等著繼續來看 我們待來看看 包括我們總統都提到 居住生意是民眾所期待的 真的在台灣會實現嗎 馬上回來 好這一波段 新興安吹起了風潮 讓很多人可能現在 深陷在房子的泥造裡面 很多人說這個政策 到底有沒有辦法改善呢 我們也看到現在 賴總統也特別說出 百萬戶租屋家庭的支持計畫 要推動居住正義 很多民眾說 我們可以對這個政府還有信心嗎 居住正義到底要怎麼推動呢 我們三位重量級來賓給一些建議 嚴總 居住正義在台灣可以實現嗎 可以 其實這一波裡面 我們從去年8月份的觀察 新興安裝案 那新興安裝案 其實是政府在圓年輕人的夢 所以年輕人其實在選擇 我覺得這個執政者 在那時候在選擇大位的時候 我們沒有看到說 年輕人在講說買不起房 因為他已經提出新興安裝 那你擁有 擁有這個買到房 所以我就覺得就是 唯一沒有做好的是說 在銀行端的在控管 對真正的新興安裝案的用戶 在控管的時候 他們有做一個動作說 我希望你是名下沒有房子 或者是說你名下房子 但是不是你工作的地方 那你在工作的地方買 我要做嚴格的審查 而不是說那時候子彈 很多時候拼命的放 對 被人家利用來操作了 因為真的要用的人 都拿去倒數倒數 真的要用的人要大人 他就繼續插起來了 他就越來越買去了 所以政府要圓這個夢 是可以做的 這個本來是落實的 只是說我們那個check 審核那一端並沒有做好 所以政府的用心良苦 可以看出來 但是小白不要去當為 李教授所講的 去攻頂 對房價攻頂的最後那一隻手 最後那個推手 所以投課的話 當市長變成說你手腳要快 那我們應該是政府來講說 本來的政策是讓房地產 是正常發展 所以他提供這個子彈 但是我們也不必要像中國 這樣把那個鳥玩死了 鳥玩死了 現在是在做人工呼吸 在救牠 但是我們這個鳥 我們覺得在捏牠的時候 就警告牠一下 警環鬆緊送之前 讓這個鳥還活得好好的 因為這個社會上 還是要有量 所以我是覺得說 居住正義是可以落實的 但是在於 那一端的免疫裡面 我說還做好這個審核 大概就沒事 OK 重點還是 這個政策的把關審核 李老師 什麼叫居住正義 你們上一代炒高的房地產 我們年輕人來承擔 你們200萬到500年輕人 炒高的房地產 我們年薪50萬80萬來承擔 這叫居住不正義 新加坡這樣的國家 當所有的提高之後 私房價 私人住宅價格拉高 那是正常的 你要投資沒關係 我用印花稅30% 把你壓住就好 可是一般年輕人 你讓他要有居住的正義 有居住的地方 所以我呼籲政府要 不要壓那個利息什麼 一馬兩馬 你要廣建國宅 你要開始做了 什麼叫廣建國宅 我土材代價庫附近 有六七十公里空地 區段徵收之後 馬上就三四十公里空地出來 廣建國宅 旁邊做捷運系統 你林口到龜山 兩盤都農地 你把捷運拉過去之後 捷運在附近 兩盤都做國宅 那國宅就怎樣 政府免費取得土地 我用造價20萬一瓶 20萬一瓶賣給年輕人 那年輕人20萬到25萬一瓶 30瓶也沒有才600萬對不對 然後我八九成貸款給你沒關係 我利息補貼你沒關係 讓那些我比較笨好不好 我比較不會賺錢 我比較不是高科技 可是我有安身利便地方 這政府該做的 而不是在房價高漲的時候 最高點的時候 你給他一個誘因 叫做利息補貼 讓他跳進去 那才是嚴重的居住不正義 這個是廣建國宅是一個方式 莊老師 我想去年8月1號的新清安政策 其實我很有意見 為什麼在房價 就利益很好 但是實際不對 對 因為在高房價的時候退出 那現在為什麼會下來 當然所以表示 這個各個單位 主管的機關 也沒有重的橫的相互的聯繫 才會造成這樣一個問題 我覺得實際是不對的 利益很好 第二點就是講到 所謂的居住正義的社會住宅這些 其實它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直接興建 一個是租金補貼 那我一直主張說 租金補貼 比較優先 直接興建不用那麼急 因為你後面還有都更為老 量還在增加 你還有那麼大的超額供給 還要進入市場 你不急著馬上改那麼多 等到市場價格跌下來以後 慢慢的再去做一個補貼 然後另一個重點是 那個租金補貼 租金補貼是補貼給誰 你看補貼給房東 現在找不到房東 所以要他拿出來 拜託你拿來做 自己顧錢 我這個地下稅房屋稅 都用自用住宅優惠稅率 住定所得 本來43%扣除的部分 他必要費用 他把它提高到60% 還有一戶的話 好像有一萬的裝修補貼 為什麼補貼房東那麼多 事不上是不是應該要 這些錢拿來 就是說還要加強去客徵房東 稽查他那些 把那個稅 來補貼給這些 所得比較低的人 就是租金補貼 另一個重點可以注意到說 如果真的有些人要做 其實剛剛立宗講的是 一氣合宜住宅 它本來一瓶是15萬 那是區段徵收來的 然後再由建商標購這個土地 再來蓋合宜住宅 這個是可以模仿的一個模式 另一個重點 地上權也可以 還有很多企業 像郭台銘以前 在土城那邊 不是也要蓋 員工宿舍等等 用很多的方式 李登位時代也有 台塘的勞工住宅 就是用這些組合來補 就不必要政府做了半天 到時候做不好 還要被罵 這樣我覺得應該調整 還有一個重點是 像歐美國家很多是 你要這個地方蓋房子 那一定要蓋某一個部分的是 可以負擔得起的房價的那種住宅 賣給一般的民眾 這是你看要賣多少 這是你另一回事 這些政策都可以拿出來參考 非常多寶貴的意見 我們也希望政府可以 好好的廣大各方的建言 推出更好的居住陣營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今天謝謝 現場三位重量級來賓的 誠實真心的說法 以前嚴重常說 location 我們現在可能是等待等待 再等待 政策在目前效應正在轉折的時候 大家就是多做功課 然後把自己的資金配置 資金需求好好的仔細的思考 為自己做一個最好的決定 我們謝謝所有來賓下禮拜 再揪你一起來開趴囉 掰掰